随着NBA新赛季的临近,各个球队基本已经完成了各自的步墙,今年夏天,勇士完成了全明星首发舞巨头的组件。 火箭在获得安东尼后将灯泡组合扩充类安灯泡组合。 詹姆斯从东部跑到西部在洛杉矶,带领一群年轻人欲冲击冠军,经过一个夏天,各个眼光独辣的球队总经理的层层筛选。 如今的转会市场难道,还有大鱼没被捞走? 的确,还有一个让小鞭想不明白的人居然还没合约再生,他就是三界最佳第六人的主家马尔克劳福德,在夏季转会市场开启时, 勇士就盯上了自由球员,38岁的三界最佳第六人,克劳福德。 当时勇士官方推特就用上了克劳福德,在勇士时期的球衣照片来按送秋波, 而且克劳福德当时也给这条消息点赞来回敬,这无疑更加肯定了这位38岁的老将夏夏季将联首舞巨头了, 但两个月过去了,当我看到勇士在夏季转会市场的收获时缺少了他的名字,反而在二级联赛找到了他的身影。 夏季勇士的首发如无特殊情况将会是库里、汤普森、杜兰特、格林、考鲜斯, 这样的第一阵容无疑是非常完美和强大的,但反观勇士的替补这阵容,或者说是第二阵容就会发现, 他们囤积了很多优秀的内线球员,却唯独少了优秀后卫的串联,虽然有这一个尼克扬, 不过前些时间又传出尼克扬想离开勇士的消息, 那么现在如果不早做打算,届时想要一个有经验的优秀后场来稳住比赛就不是那么容易了, 在不久前的二级连赛上,38岁的克六进攻依然犀利,单打依然销魂, 随随便便就连续翻场看下三双,其中更是有41分加12篮板加14助攻这样的超级三双的出彩表现, 对这样的表现,我不禁要问,你确定这是一个38岁的老将打出来的, 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位老将不老,还可以在NBA征战几年? 好吧,现在的情况是,NBA各队所剩合同已经不多了, 转换市场关闭时间也临近了,克劳福德志依然没有接到勇士的合同, 难道就不值得勇士一份老将底薪合同? 更为让我不解的是,像胡言,雷霆这样的球队,为何对这样的一位老将也不感冒呢?